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我们希望这一方面鼓励大家 让大家更有斗志 同时也希望带出有些市民 有些我们香港的朋友 其实生活得比较困难 都希望通过这个活动 大家可以多点关注 在疫情之下 我们也看到经济的影响慢慢开始浮现了 有些香港我们的朋友可能会失业 又或者是本身环境不太好 可能会更加困难一些 所以我想接下来 随着疫情可能有少少进展之下 其实我们需要除了防疫之外 还有要考虑如何通过经济的复苏 令到大家的收入等日都可以恢复 我们环境有困难 你有一笔就来拿 对不对 我做不到事 我又要照着我妈妈 我妈妈就是老BB 101岁 至少省一餐饭吃 一餐饭是几十元的 你知不知道 买个饭盒多贵 你没有三十元 你买不到两个饭 类似的派饭 都会看到社区里面 一些基层 特别老人家的需求 都是越来越大 我们在社区里面的观察 的确是 来拿的是老人家 通常会多些 但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接触的时候 老人家都会 可以拿一盒 拿多两盒 给她的儿子 给她的孙子 给她的家 在疫情下 我们都见到 其实很多的基层市民 都会面对着 开工不足 亦都有失业的情况 我们都见到 其实在疫情下 是露宿的人不少 所以我们更加要做多些 也都希望政府 可以多些的政策 和措施 去支援一些基层的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